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柯P这样 大学的教授 兼你们台大医院的医生 他不属于公务员 所以他不适用 贪污治罪条例 这个你懂了没 懂了吼 好 本席今天再告诉你一个法律 这两条 一个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二条 以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好 来 根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柯P不受利益冲突回避制约束 你有利益冲突回避的问题 厂商捐钱给你不可以 因为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你是属于需要申报财产的 你是各级公立学校 副属机构的首长跟副首长 整个台大医院 只有你跟副院长两个人 受财产申报法制约束 因此也受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制约束 所以你台大底下的医师 如果接受厂商捐助 社会观感我们再不谈 以法律体系来讲 不违反利益冲突回避法 你不要因为太害怕 害死了你那些台大医师 所以既不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也不违反利益冲突回避法 你们把捐赠的研究经费分成两种 一种是置于本院管理者 另外一种你看到没有 第二行刮胡 置于本院管理者 对不对 你们只管理置于本院管理者 换句话说 你们的研究捐助经费 你们在你们的制度里面就允许 另外一种 不必置于本院管理者 私障就是这样来的 我再告诉你 你们是先有私障的制度 才有这个管理办法 当年是因为你们一个姓林的名医 在他要被任命为 外科主任的前夕 被人家检举收红包 所以你们有一位 朱姓的名医 从此以后建立起说 我把个人或厂商的捐钱 放进来当基金 变成心脏基金 后来有儿童心脏基金 有肺肝癌基金 很多基金都因为这个样子出现 出现了以后 你们为了要抽成 才去创立这个办法的 所以是先有MG149这种账户 才有你们402账户的 这个历史你都不知道 我都很清楚 谢谢委员知道 台大害死柯文哲 不是柯文哲拖累台大 怎么说 因为台湾大学 有非常完备的法令 在处理技术移转 产学合作跟研究专利 在台湾大学的法令里头 研究专利 技术移转产学合作 当事人是三七分账 拿百分之七十 如果有专利的是拿百分之七十 如果没有专利的是五五分账 个人发明人是拿百分之五十 那个是台湾大学有明文规定 而且台湾大学还明文规定 这笔钱 这百分之五十 跟这百分之七十 可以怎么用呢 第十三条 收入 权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发明人分配之收益 得选择下列方法处理 第一个 就是纳入个人收入 台湾大学 把产学合作 技术移转 这些研究的收入 是三七分跟五五分 可以让主持的人 纳入个人收入的 你们台大医院 完全没有法令 来处理研究计划 跟技术移转 跟产学合作 这一块 你们完全没有法令处理 然后呢 就让那个历史产生出来的 私账的这些账户 让它存在到现在 现在你们把产学合作 技术移转 研究发明 临床实验 所有这些东西 院长 你把人家整个切割掉 然后沸沸扬扬 变成说什么 我竟然去收厂商的资助啦 捐助啦 我竟然这样 我竟然那样 这个账户 所有的支出 真的都用在工 都用在研究 都用在人事费 都用在婚伤喜庆 院长你要有Guts 我今天对院长有一点不满 你整个让台湾社会认为说 NG149 工账跟个别账没问题 私账我不管 你把人家私账切割出去 就留了一个大问号 让人家要去质疑私账有问题 院长 人家的私账 支出面都用在工 收入面荣获有厂商捐助 他不受利益冲突 回避法的干涉 你怎么可以 今天对着整个社会 把你的同仁 所有可能有用到私账的同仁 把它切割出去呢 院长 你才来没多久 本席查得比你清楚 这些账户比402账户更早 这些账户是君子才会去成立的账户 你不要倚管亏天 本席姓管 我反对你倚管亏天 我希望你倚管为师 这样好不好 谢谢 本席今天讲的 回去好好的理解 你是不是把私账切割出去不敢负责 我不会做这样的切割 我们下期再见